你們在2008年發生那件事 你是第一次面對這麼多記者追訪 是的 很害怕 因為我們之前還沒有跟記者認識 就是因為這件事 記者才慢慢認識我們 我們去到一些場合 我們還沒見過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記者 這麼多人圍你們 全部都是問我們 關於Edison的事 我們每次都真的不知道 一次是這樣 三次是這樣 五次 十次 大家每次都見到聊那些 開始大家熟了 聊那麼久我們都不知道 不如這樣吧 聊一下你們 都知道你們不知道 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出碟了 所以真的經歷完那件事 我們才開始跟記者 有關係 好像覺得你們都在這一行 都在這一行 但是譬如捱過那件事之後 為何最終離開陳冠希的公司 所以他去哪裏我們就要去哪裏 其實我們就 你們想不想離開 當時 會不會覺得別人好像沒什麼義氣 別人發生事你們就走了 不是 不是發生事過了 過了很久 過了很久 完全沒有關係 而且很多人誤會 發生事 又說你們不和 但我想時間錯了 發生事之後 我們才是多人認識 我們才會越來越多事 所以不會因為發生事 離開 那段時間是完全不對的 如果這樣想